大家樂集團旗下的學校飯盒供應商 《活力午餐》指 近日收到學校通知 有學生吃飯盒後不舒服 決定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 暫停向學校供應飯盒 以檢視所有生產工序和深層清潔廠房 釋除家長疑慮 《活力午餐》現時每日向超過200間中小學 供應超過10萬個飯盒 公告說需要把握時間盡快找出問題根源 並加以整改 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並向受影響的學校、家長和學童致歉 承諾退回兩天飯錢 和額外補償兩天飯餐 有受影響的小學校長說 有500名學生訂飯盒 星期四得息事件後 已經有多項應變措施 例如暫停下午課 和鼓勵家長送飯等 這也是一個方法 很明顯這是一個最後的選擇 或者最低的要求 我想學校應該以身做好 儘管家長可以改為家長 可不可以真的帶飯 或者可不可以回家吃 可不可以跟他出去吃 可以賣外賣 現在還有外賣平台 可以自己打電話去餐廳外賣 學校也要做多些事 就是安排人手收外賣 再派給小朋友 他又說 學校暫時沒有收到 學生吃飯盒後不舒服的報告 校方需要等待事件進一步發展 和了解合約條款後 才考慮是否更換供應商 立法會議員朱國強說 知道有學校傾向暫停兩天下午課堂 但根據教育局指引 期間仍要保持校園開放 照顧有需要學生 長遠來說 教育局應與食環署合作 對供應商的運作提供清晰指引 加強監管 保障學生健康 食環署過去兩天派完巡查 活力午餐位於沙田和元朗廠房 檢取共11個食物樣本 和25個環境樣本做化驗 並就元朗廠房內維修不當提出檢控 食環署又說 正案計劃加強巡查食物製造廠 星期一至今共巡查了15間 暫時未有化驗結果 都望記者李成德報道